发烧话题来看到 经济不太景气 有很多人都要抢着当公务人员 而最近就有网友上网发问说 哪一种公务人员的CEP值最高呢 可以好考 薪水又多 而且工作量还不会太过繁重 这样的贴文曝光之后 被点名最多次的就是监索管理员 因为不但月薪 有4万元到5万元不等 还可以月收17天 考试的录取率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高的 工职被视为铁饭碗 薪资条件普遍不错 生活相对稳定 近来就有网友在PTT发文询问 哪种类组的公务员CP值最高 还列出条件 除了要好考也不用轮班或加班 薪水多不用面对刁民等等 究竟哪个铁饭碗最好捧 CP值最高呢 老师不会太危险 都觉得他们蛮辛苦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 就是有些人很勤奋 他就会做很多事 贴文一出掀起许多网友留言 其中被点名最多的是 监索管理员 网友多半分析 这份工作钱多休假又多 以四等监索管理员来说 薪资落在48000元到54000元 工作内容包含 提带接见 贴身借户 逃脱者追捕等等 而且因为轮班制 月收高达17天 等任职满6年 还可转一班行政单位 考试内容相对较少 普通科目考国文 法学知识跟英文之外 还加考三科专业科目 另外还有体能测试 要在限制时间内 1200公尺跑走 脑力体力都得训练 相较于其他考试来讲 他考课 基本上就是比较少 其他的公职考试录取 大概在3% 5% 但监索管理员 他录取到47% 就平均大概两个就上一个 即便录取率相对高 但工作形态特殊 CP值到底高不高 可能就见仁见智了 这次的兴盖尔蒂 台北报道 发烧话题 同样跟薪水有关 受到疫后缺工 再加上暑假毕业季求职热 由台中市劳工局 吸收百货 举办的征材活动 邀请了多家知名企业 我们来看到像是 日本零售连锁品牌 唐吉赫德 还有台中 晴美洲际酒店等等 一共50家厂商 要提供超过 3300个工作机会 其中米其林港式餐厅 今天好运 更是开出了薪资高达 六万一千元 要来招募店经理 好来 这边 征材活动 集结多家知名的大厂牌 求职民众即在柜台前 拿表单填写基本资料 活动才刚开始 有人观望 有不少人早就锁定目标 展开面试 由台中市劳工局和百货业者合作 共同举办征材 受到疫后大缺工影响 包括科技业餐饮服务 一共50家厂商 释出3300个工作机会 从日本零售连锁品牌唐吉柯德 确定进驻台中七期 将招兵买马136人 最高职缺经理及薪资4.2万 跟我之前工作经验 是有一点点相关 可能会有激励到 我试试看好了 再来秦美洲际酒店 18层楼206间客房 预计明年5月开幕 这次也开缺109人 南瓜柜台接待跟客服 另外知名港市餐厅天好运 预计要从16家扩大版图 到30间分店 开出156位职缺 电经理薪资更是上看 6万1000元 最高管理值 它可以上看年薪百万 各大企业为了解决 疫后趋工问题 祭出优渥薄薪资和福利 要把优秀人才抢到手 介台中综合不到 中元节抢商机 有不少联锁餐饮业者 为了应景都举办 限定的优惠活动 好我们来看到 像是联锁炸机店 就推出了中元保闭桶 是用炸机跟弹塔 来取代传统三生技组 成功引发话题 另外也有联锁超商 推出了咖啡半价活动 条件是进到店里头 要念大杯咒 一到柜台客人念起大杯咒 店员瞄懂 因为这是跟客人之间的 优惠通关命运 是念大杯咒吗 要念我要继续半杯 然后是三十三 特农拿铁 原价一杯六十五元 直接对半砍 只要半价三十三元就有 这是彰化园林 某间连锁便利超商 因应中元节 推出的优惠活动 主要是为了推广民众 使用循环杯 很有创意 蛮吸引人的啦 接应挂那个 伏会变比较多人来说 这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门口悬挂红布条 半价咖啡 进店要念大杯咒 有民众笑说 基督徒要怎么消费 能不能念心经代替 整间店瞬间想合起来 也有人替店员担心 这样不会很尴尬吗 该不会有人真的念大杯咒 有 你们会不会尴尬 不能笑出来 除了连锁超商外 连锁炸鸡店也来抢中元节商机 推出的中元保闭桶 用炸鸡蛋挞取代传统三身 来气组拜好兄弟 现在店家脑筋冻得快 广告文案越稀奇古怪 才能抓住大众目光 记者组合报道 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运动过后 肌肉酸痛的经验 在过去比较多都认为 补充蛋白质会对改善肌肉损伤 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 不过现在嘉义大龄磁器医院的 嘉义科医师研究发现 像是喝蔬果汁 对运动后的延迟性肌肉酸痛 也是大有帮助的 尤其是酸樱桃汁还有石榴汁 因为里头含有花心素 是可以透过抑制前列腺素 来舒缓发炎症状的疼痛 这个效果跟吃肥肋固醇的消炎药 是有一样的效果 到健身房做重训 维持好身材 一点几组坐下来 隔天难免会出现 延迟性肌肉酸痛 但想要改善除了补充蛋白质外 喝蔬果汁其实也有帮助 在我们身体里面 产生发炎的反应 会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前列腺素 那如果可以增加它代谢的速度的话 发炎疼痛的部分 就可以减低 抗发炎的成分有非常的多 当然花青素是之一 嘉义大林慈激医院 嘉义科医师研究发现 特别像是石榴 酸樫桃汁因为富含花青素 可能透过抑制前列腺素 作为媒介的还养和媒 可以限制跟发炎症状相关的疼痛 但也不一定只能喝腺炸 酸樫桃或者是石榴果汁 其他没有高度含糖的 像是富含维生素B群的香蕉橘子 也可以帮助乳酸代谢 而若林樱桃则是跟阿斯匹林原料柳树一样 都含有水羊肝 可以抑制发炎作用 柳树醇我们所谓的一种抗发炎的西药 叫做阿斯匹林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那这个鸡转在我们的蔬菜水果里面 不一定要吃到柳树皮 它都还是会有这一类型的一些成分 又营养师提醒 果汁含糖量比较高 建议一天最多喝一到两杯的无加糖果汁 还有像是肾脏病跟糖尿病等慢性患者 也不一定适合 还是要找医师讨论 记者魏婷娱丁宇特报导